最初我寫第一首歌的時候 就是因為喜歡蔡健雅的True Love 每個人都期待 早點早到真愛 是她的影響我寫你有自己一套 我懂得彈幾個節奏 C節奏 聽陳耳禎的歌 她的節奏好像很簡單但很好聽 試試拼起來 其實由第一首創作開始 其實已經開始首婆來了 首先學了節奏 然後想一下節奏加起來會變成怎樣 然後出來的作品就會成為自己的風格 為何我一首歌叫首婆來呢 因為有一天我和余日瑤 即是我監製去台灣吃飯 有一間日本料理 其實她不是吃鰻魚飯的 只是她的鰻魚飯很出名 這間店叫首婆來 為何日本料理會選擇這個店名 我想她對這三個字都很有感覺 其實她是來自日文Suhari 這三個字是說你學習 一種東西的階段 你會經歷守規矩 破了規矩 你想一下還可以怎樣去改進 然後來成立自己的規矩 成立自己的風格 所以首婆來這三個階段 泛指一些由劍道 公道 以至人生其他學習 都可以用首婆來三個字 而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三個字是說的狀態多些 因為無論你是學什麼 你都在學做人 而人生的首婆來 就算你不知道這三個字的原因 你都無可避免在做的 我的創作的人生 我寫東西也好 錄Vo 錄唱歌 做主持 寫稿 一切的東西其實都有很多首婆來 其實我不學這三個字 我都不知道原來我 是有這麼多的階段 所以把這階段放在歌上 都看看可否靠近大家 究竟你去你的人生 是什麼階段 在守什麼 破什麼 離什麼 我亦都每次宣傳 講這首歌的時候 我都會有一個祝願給大家 我希望你們有勇氣 去離開你的 comfort zone 有些事情你很想做 就去做 不怕的 我整個人生 由十九歲入行開始已經在做 所以我到現在都好地地 我很開心 我每天都在做的事 我都很喜歡 這個問題我真的問得很好 我真的想說 守破離雖然是一個很個人的心態發展 但是你真的要跨越 由守去到破 由破去到離 是要有很多夥伴的 我的夥伴 例如這首歌 寫曲的余日瑤 寫詞的周耀輝 他們在我的守破離階段很重要 余日瑤是負責破的 因為他經常提醒有些什麼 我還可以做得好些 由本來我懂的技巧 到我破格地 用一用新的東西 一直適合用這個技巧的歌 就會變成一個自己的風格 所以這一個創作和監製的技巧 即是於人妖 他是不斷破我的 而周耀輝是來的 因為他是大師來的 其實你就算不給筆 他不給電腦 你只要鎖他一間房 他都可以寫詞 而他寫詞 是一個你可以聽十年 你還聽到新的東西 你還未明白的 最好和不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香港的教育 是填鴨式的 所以每個人都是學一樣東西 然後基本上 就不是很鼓勵你有自己的風格 但到你出來社會做事 而網上的世界是這麼豐富 其實你已經懷疑 基本上你在讀書 不用說你出來做事 你已經知道你要選擇自己的風格 是很正常 和一點都不難的 所以我想你要找夥伴 其實也不難的 其實大家不如切磋一下 由你們很喜歡化那種妝 個個都可以一摸一摸風去用那隻唇膏 一摸風去畫那隻眼影 和那一條眉 是否還可以演化成一個新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可以帶領潮流 因為在網上的世界 你真是努力做得好 你就會有人看 你一定會遇到 一些跟你差不多階段的人 你一定會遇到 一些明白你的困難的人 而你真心這麼喜歡這件事 你不用怕去做 因為你一定有你自己的途徑做好它 首先今年會出唱片 所以我一定要錄音 然後還有很多首歌要排台 因為我想每一首歌 我們都想每一首歌可以面世 陸陸續續都錄起了 我今年有個目標 就是想可以做到兩個自己去的旅行 然後我做一個郵寄帶回來給大家 我經常都鼓勵大家買不到樓 去多些旅行 所以我自己想身體靈行 我去旅行一定會去那些電話店 我看究竟別人的配件是在買什麼 看看那些電話頁有什麼貨 還有我喜歡看錶 我喜歡看電話 還有我很喜歡看民生 我很喜歡走一些住宅區 住宅區開什麼店 還有那些小店到底賣什麼 你便會知道 那裡大概居民的生活 其實他們會吃什麼 那些價錢大概是怎樣 我記得有一次去做事 就是在上海海嘉慶錄影 然後我進了一間民工食的飯堂 他們有一碗這麼小的碗 然後裝著清水一樣的湯 裡面有些蛋花和兩片肉 其實那片肉是用來燉湯 所以你煮湯的時候 你不會得到那兩片肉 然後你會有兩順飯 大量的菜 極多的飯 還有一塊基本上只有肥高的豬扒 然後跟很健康的民工一起爬飯 那餐飯大概大概七元左右 然後你就知道他們的手 做事做得很髒 做得很粗 然後吃完這個飯 補了一些豬油 補了一些澱粉質 還有那些菜之後 他們就會去繼續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 那這個經驗一定比我去景點看到的東西多很多 因為景點的東西就是給遊客 你看我們有這個東西了 我們有這個東西了 你看你買吧你買吧 買些紀念品回去吧 但也不及我得到這個記憶那種紀念 因為我曾經跟當地的民工 一起在他們的飯堂吃了一頓飯 而我吃過他們吃的東西